江慧不再隐瞒 据报跟费玉清多年同居 有两个孩子从小送到国外留学 一年江慧费玉清一起到美国陪伴孩子两个月 结婚证曝光 晚在小巨蛋举行最终场告别演唱会 小巨蛋外场排了满满人潮 抢住和江慧送给费玉清的小哥号热气球拍照打卡 虽然江慧和费玉清好交情 但不敢亲自到小巨蛋看老友最终场演出 只能送气球献上祝福 原因很催泪 费玉清告别演唱会 小巨蛋外场有满满回忆 在江慧送给费玉清的小哥号热气球上写著 带助所有人满满的祝福远走高飞 飞去每个想去的地方 可别丢包我 要带我一起去 并署名你的忠实粉丝江慧 再次见证两人好交情 费玉清分享历年的巡演采访证 都是回忆 据了解 费玉清收到江慧传的简讯 我送的泡泡气球 希望你会喜欢 我比你先告别歌坛 我就不敢看你表演 我怕我忍不住 一定会很激动 费玉清告别演唱会 江慧打造小哥号热气球送上祝福 江慧比费玉清早四年退休 经纪人透露 江慧怕他到现场哭得太伤心 只好以气球送上满满祝福 费玉清看到气球印象最深刻的则是 江慧会写的 可别丢包我 费玉清在台湾进行衣食场告别演唱会 吸引11万人欣赏 票房收入高达4.18亿台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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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